好,我们开始的时候一起做一个祈祷吧 我们天父,我们感谢祢,让我们今天在周六的时候可以一起去崇拜 但是崇拜之外,我们也有机会继续去 在新药里面两本很不容易的书一起去研读 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 但是我们很希望在当中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去明白保罗书信的方向 求主祢祝福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所聆听的不单只是在一些知识上的增长 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生命的改变 帮助我们去思想究竟保罗他在想的是什么 或者他觉得我们信仰的中心是什么 而我们也反问我们的中心,我们自己信仰的中心是否保罗的中心 帮助我们,引我们进入主耶稣基督十字架 祈祷我们跟主耶稣基督微求 阿们 好,欢迎大家 我们上个星期就一起休息了一个星期 之前也有两个星期没有在这里 如果你之前放假或者没有机会 都是欢迎上网去听的 如果我们重复回我们一月开始,我们有个Alpha Day 说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Program 以及最终对于教会的异象是什么 2月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第一本 第二本都是看路加的作品 第一本是路加的路加福音 我们说题目是《吸财主的福音》 路加真的在挑战他的财主波士提亚非罗 但是他最终是想提亚非罗被这个福音 被十字架所释放 接着我们开始看路加的第二个作品 《吸财主》 我们用复活作为一个主题 如果你记得在路加福音最终的时候 复活的大能是引进到这个世界 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 而他的门徒也可以领受了这个复活的大能 而路加去到《吸财主》里面 就是一个复活的教会去传播一个复活的讯息 我们如果把路加福音和《吸财主》总结的时候 我用了一个新年的题目 叫做天降财神,死女复活 路加真的想我们发财的 不过不是地上的财宝 而是完全是天上的财宝 你要去追求天上的财宝 唯一的可能就是你从死女复活 你的眼睛明亮 你看见什么才是永恒真正的荣耀 于是你抛下一些假荣耀的东西去追求天上的荣耀 你的心开始为天上的事情而火热 这些所有的东西 其实你去到保罗 你会发觉完全是一样东西 就是保罗的书信里面 其实是在活出这一切 我们两个星期之前 我们开始看保罗的时候 我说我们会在八课里面 我们有四课都是讲保罗 今天是第二课 接着还有两课是保罗的书信 保罗写了十三封书信 在新约的一半 我想用一个题目 来总结保罗的这一批书信 我的题目叫做 《梁木来雄,引渡天怒》 保罗写这些书信的原因 不是要解决教会一些基本上的问题 也不是单单去问好 去说嗨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就是他要引导这些人 不是望向这个世界 他不是他的祈祷 或者他的想法 不是想这些人平安 好好地过这一生人 而是想他们 将他们的眼光完全走向天上 于是我说梁木来雄,引渡天怒 一个把我们的思想指向天国的信 一定是一个以十字架为中心的信 我想你明白这个逻辑 保罗所有的信是指向天国的 而所有指向天国的信 一定都是以十字架为中心的 今天我们会看很多前后书 你会发觉他的思想是真的 非常之专注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 OK 我们上个礼拜 上次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看了另外两封信 这两封信其实和今天看的信是很不一样 但是有很一样的地方 就是所有东西都是专注在十字架 贴上来家前后书 我给他的主题是 永不放弃 加泰书 我给他的主题是 细不低头 贴上来家前后书 如果你记得 是说他们面对迫白 保罗是鼓励他们永远不可以放弃他们的信仰 无论他们要负上多沉重的代价 在加泰书的情况是他们被 一个假福音所试探 叫他们离开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一个信仰 OK 我选这两本书作为起头 是因为这两本书 我们所知道是保罗最早所写的书信 所以我们自己看的《新日圣经》就是罗马书第一本的 但其实罗马书不是保罗第一本书来的 我们相信最早期的作品是加泰书 是第一次的宣教旅程 他所建立教会 为他们所写的 接着贴上来家教会 就是第二次他的宣教旅程所建立的第二间教会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三间他建立的教会 是哥伦多教会 如果你熟圣经 你都知道哥伦多前书后书 就是我们有多少本 两本 但严格来说 这两本就不是一二来的 在我们去看哥伦多前后书的时候 我们发现原来保罗之前有写过其他的书信给哥伦多教会 所以这两本书其实是二四来的 他起码写了四本书 四封信 有两封信我们是没有的 我们没有第一封 没有第三封 所以我们有的是第二封和第四封 那我们叫前后 但其实还有其他的是没有的 你要认识哥伦多的前书后书 大概要知道少少哥伦多的一些历史背景 今天呢 如果你这样看个地图 哥伦多是近雅典 Athens 那今天呢 如果你去哥伦多看的时候 有人说 哥伦多今天剩下大概五万人的一个城市 五万就是很小的 就是在香港 大家想一下 一个一个屋邨已经五万了 其实很小的地方 不过 两千年前的哥伦多 是有七十五万人的 就是七十五万人两千年前 他們蓋房子蓋不到高的 不像現在香港是750萬 所以兩千年前的75萬人 就等於香港的一個很國際化 很多人口的一個地方 不單止是這樣 如果你看看地理 它是海港城 它有兩個港口 你想想香港是怎麼發跡的 香港都是因為港口的 曾幾何時 當這個世界的航運不是那麼好的時候 有一個港口就是 令你變成一個貿易中心 因為他們有港口 他們就會有很多水手 有很多要駕船的人 因為有很多水手 就需要很多女人 做什麼? 做槍技 所以江吳多城是出名的 很多電雨 但這些電雨其實都是紅燈區 是拿來做槍技的 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有人說 你把哥林多變成一個動詞 去哥林多 就是去做那些哥林多的事情 就是等於去行淫了 這樣 所以你想想這個地方 是一個臭名軟過的地方 OK 我想帶你回去看看 少爺行傳裏面 保羅怎麼來到哥林多這個地方 然後在那裏做了什麼 如果你記得我們之前 我們說保羅去到貼薩萊加 他去了貼薩萊加 沒多久就走了 因為他被人追趕 有人告他 用一個政治的罪名來告他 於是他的弟兄姊妹緊張 就要把保羅送走 送走了去另一個地方 叫做比利亞 比利亞其實他的事工做得很好 不過 那個貼薩萊加的仇人 又追到比利亞 又趕 於是保羅就逃跑去了雅典 雅典就 照我們所知 他沒有建立到教會 或者他可能根本就不是想著在那裏建立教會 他在雅典經過一段 他就去了那裏不多 我們現在去到少爺行傳第十八章 這時是以後保羅離開雅典來到哥林多 他遇見一個生在本都的猶太人名叫亞居拉 不久以前他帶著妻子伯基拉從意大利來 因為某個軍王的命令 所有猶太人都要離開羅馬 保羅在哥林多遇見Aquila和Brasilla 如果你熟悉《新的聖經》 你都知道這對夫婦是重要人物 保羅就是因為認識了他們 最後他寫信去羅馬教會 這兩個夫婦就是從羅馬教會的時候 他們羅馬的帝王 因為某些原因 把所有猶太人趕走了羅馬城 但是他們在羅馬的時候已經有個教會 而保羅因為這樣的緣故 後來才會寫羅馬書 下個星期我們回來要看羅馬書 但是保羅從來沒去過羅馬 從來羅馬教會也不關他的事 保羅去投靠他們 因為他們本事製造帳篷為業 他們全部都是同行 保羅因與他們同業就和他們同住 一同造工 每逢安息日保羅就會去到會堂裡 去辯論勸家猶太人和希臘人 信耶穌 第五節 西拉和提摩太從馬其頓來的時候 保羅正專心傳導向猶太人證明 耶穌是基督 有神學家說 就是西拉和提摩太從馬其頓來的時候 就拿了些銀兩給保羅 從那時候開始 保羅就不用做那麼多工了 於是他就開始更加積極 更加專心的傳導 就是保羅其實是一個很自己餵養自己的一個人 他做工但是他做一點 以至他可以養到自己 其他時間他就不斷傳導 當他領受到有些銀兩的時候 他就連工都不做 於是他就傳導 當他們抗拒他 就是那些人說得很久 開頭的時候可能都接受 慢慢就抗拒他 毀謀他的時候 他就 斗掉依常的灰塵 對他們說 你們的罪歸在你們自己身上 與我無關 從今以後我要往外邦人那裡去 於是保羅就擴散了他的事工 再不是在猶太人的會堂裏做 於是他離開那裡 到了一個人的家裡 名叫尤士都 是敬拜上帝的人他的家 靠近那個會堂 會堂的主管 雖然他確散了來做 他已經出了會堂 但是這個會堂的主管 和他全家竟然信了主 還有很多歌不多人聽了信 而且受了洗 有一天晚上 主在異象中對保羅說 不要怕只要講 不要沉默 要有勇氣地不斷去講 有我與你同在 沒有人會下手害你 因為這成女有許多屬我的人 寶羅在那裡駐了一年六個月 將上帝的道教導他們 寶羅很少在一個地方留那麼久 以佛所就留了三年 今天如果有個牧師 留一年半就走路 那就被人打了 但是寶羅那時候一年半 他已經算留得很長 他通常去到的地方 要是被人趕 要是他就覺得 他要繼續去第二個地方 他就走了 所以一年半都是不少的時間 這要說到他留了一年半 好像是天下太平 但是如果你繼續有機會看 第十二節以後 你會發現 其實在那裡 保羅也是被人攻擊的 不過上帝說 那些人就害不了你 害不死你 不代表你沒有人攻擊你 他一樣有攻擊 不過害不死他 於是他就放膽 這樣傳了一年零六個月 我想和你看看保羅十三封信 如果你看保羅十三封信的長度 你看看 加太是他建立的教會 即是貼薩羅現在是他建立的教會 羅馬就不關他的事 不過他就要寫去羅馬 即是有很多不同的理由 我們下個禮拜回來看 他是想藉著羅馬而去西班牙 也是他對羅馬的弟兄姊妹 有好心的感情 儘管他從來沒有去過 那麼以法所 肥立比 即是哥羅西 都是他建立的教會 OK 接著肥利門 提摩泰 前後書和提多書 就是個人信件 OK 那你不算那些了 你看看他所建立的教會 加太 貼薩羅來加 以法所 肥立比 這個哥羅西 他其實寫給他們這幾間教會的篇幅 都不是那麼長的 是吧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他寫了幾多章 給哥倫多 你把前後書加起來有29章 保羅很偏心 為什麼這麼偏心 哥倫多 其他六章搞定 這個貼薩羅來加前後書才有八章 其他的四章六章搞定 但是這個哥倫多竟然用了保羅 29章新約的聖經 即是說 哥倫多的教會 其實真的很不行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生 我不知道你生不生到這麼多個兒子 如果你生這麼多個兒子 其中一個很生病的時候 你會特別花時間去這個很生病的小朋友 經常跟他在醫院裡 於是其他小孩都覺得 為什麼父母經常都在醫院陪著那個人 因為他很生病 但是你也可以說 因為這間教會是非常之叛逆 所以我們一會兒看下去的時候 我想你思想這些 保羅花了很多的時間 跟哥倫多教會去聯絡 我們看哥倫多前後書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就是我們隔場在聽我們的鄰居說話 我們其實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就是有兩個人在打電話 或者他在寫信 我們偷了他的信 但是我們不知道背景 因為他很多事情他不解釋 因為大家已經知道 另外就是保羅之前寫了一封信 後來寫了一封信 而我們沒有那兩封信 我不知道他寫了什麼 接著呢 哥倫多人寫了一些信給他 保羅在他的書信裡 說關於什麼什麼 關於什麼 通常是因為他們寫了信給他 所以他回到他們 但他之前寫的關於什麼 我們卻沒有看過 所以我們只是猜測 這是一個 到現今學者都覺得很大的挑戰 沒有人很肯定 每一段聖經究竟是應該怎樣解釋 不過 你不用擔心 有一件事情我們很肯定 有一件事情我們很清晰 就是這間教會的問題,就不是外患 是內憂 跟鐵薩萊加很不一樣 如果你看到鐵薩萊加,我們上個星期看 他們不斷被人迫伯 保羅最... 就很開心他們在迫伯當中有大喜樂 接著還是信望愛 你記不記得保羅為他們祈禱信望愛 但是在迫伯中裡面的信望愛 但是那麥多教會是沒有外患的 雖然我們知道他在那麥多的時候有被人迫伯過 就是有被人不妥 但可能那麥多是一個太大的城市 或者是一個太自由的城市 就像香港那樣 自由到一個地步是 你喜歡信什麼就信什麼 話知你 所以他們的問題就不是外患,但是內憂 很大件事 所以我剔除了我們的題目叫做 十面埋伯,十萬火急 但是我跟他們說了 我說中心的人物就是保羅 保羅就真是擔心到死 死了就是他寫了29章聖經給他們 OK 但是那麥多人其實是不緊張的 我們說皇帝不急太監急 那麥多教會已經病到 死了 但是他沒有所謂,他不覺得病 你知道屬靈的人就是這樣 越是 病的人越覺得自己OK 是吧 但是你已經覺得自己不OK的時候 其實你是很緊張的 所以有些人 說我說這裏令他不安 其實說到就是要你令你不安 是吧 如果你聽完之後你覺得你很安全 那就是你有些問題 其實不是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就是要令安心的人不安 接著要不安的人 就聽到福音 就成為進入主耶穌基督的平安 你明白嗎 這是一個過程 而保羅發展 你發覺他的信 其實他很想他們不安 但其實他們又好像 很 很無所謂 所以我想你留意這件事 那麥多前後書是很難說的 一本書 就是兩本書 為什麽呢 因為我聽過 我不知道香港是否流行 說那麽多前後書 外國也頗流行說那麽多前後書 可能因為他覺得有很多應用的可能性 OK 這些東西都不是對的 不過 很多時候你一讀那麽多前後書的時候 很容易 最大的問題是將它變成廉價福音 OK 我給你一個例子 第一章第一節 奉上帝旨意蒙召作耶穌基督仕途的保羅 同弟兄所提你 寫信給哥倫多 上帝的教會 就是在基督裡 成聖蒙召作聖徒的 以及所有各處求告我主耶穌基督 之名的人 OK 很多人一看起頭 就說保羅認定哥倫多是上帝的教會 你明白嗎 認定哥倫多教會的人 在耶穌基督裏面 是被 成聖的 即是被clean up 是乾淨的 是聖結的 在主耶穌基督裏面 他們是聖徒 不是說他們的生命很好 而是說 因為耶穌基督的福音的恩典 他們可以成為聖徒 OK 於是他就說 大家都知道哥倫多教會有很大的問題 但是仍然在那麼多的問題當中 保羅仍然覺得他們是一間教會 那就變成了廉價福音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他說如果那麼多問題都是一個真教會 我們教會就算少事 我怎麼跟哥倫多教會比較呢 這個是一個 很大的問題 我稍後慢慢想告訴你 這個這樣的想法 是錯誤的 好的